电视圈容易混 可是电影圈就未必了 像被称为收视女王的赵丽颖 拍的电视剧都很火 可是在电影圈却四处碰壁 就连备受看好的西游记之女儿国 也是口碑票房双失 小花中盟在电影圈混了好的 也就只有周冬雨了 周冬雨被张艺茅相中 出演电影山楂树枝殿 一炮而红 毛女郎出身的光环 也让她在电影圈逐于得水 主演了七月雨 安生斩过金马影后 周冬雨更是吃香 不仅拿下了刘若瑛的处女 做后来的我们 还拿下了少年的你 电影资源接到手朵 周冬雨虽然长得不算精致 可是胜在有灵气 饰演任何角色都自然舒服 就连张艺某都曾夸她眼睛会说话 跟张子怡很像 继周冬雨后 又一位在影坛吃香的小花出现了 她就是00后小花张子峰 张子峰同心出身 年仅八岁 就得逢小刚导演青睐 参演了唐上大地震 在片中饰演小方蹬一脚 凭借这个角色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足以证明演技有多好 张子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角色 是在唐人街探案 她在影片最后的邪门一笑 让人不寒而淋 整部电影瞬间变成了恐怖片 据传张子峰将会回归唐人街探案3 希望这次她能继续演戴感一点的角色 期待她将悬疑喜剧演成恐怖片 张子峰虽然还没有影后加深 可是她已经是首位票房 过于的零零后小花 这个记录来自于 暑期上映的快把我哥带走 这部片子说是喜剧 可是去看的人都哭到 不能自己 剧情感人 张子峰的演技也可圈可点 这么高的质量也让这部剧 成为了暑期荡的黑马 梁朝伟的欧洲攻略同期上映 还有之后甄子丹的大师兄 遇上他都输得彻底 尤其是欧洲攻略 请来个吴亦凡唐烟梁朝伟 可是却一直被快把我哥带走 压得抬不起头 张子峰有这等票房号召力 演技还很不错 在电影圈自然是吃香的 期待她的下部电影 请看这个视频 请看这个视频